你不能从人群里认出我来的 尽管你知道我头发灰白 一年四季总穿灰色的衣服 现在每天我都到戏里去上班 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老式的墨水池 那东西看上去像个眼镜 左边的一个墨水瓶里是红墨水 右边一个是蓝墨水 中间的凹槽里放了好多沾水笔尖 每天早上我来的时候 都要仔细地把笔尖挑选一遍 把魔秃了的笔尖剪出来 包在一张纸里扔进废纸楼 然后带上老花镜批阅学生的作业 这些学生是加州伯克利教的 批完之后 我把这些作业本拿到对面他的办公桌上 然后看教科书的教样 到十一点钟 我到厕所去洗手准备回家 有人在洗手池上放了一撮洗衣粉 用它可以去掉手上的墨水瓶 我就是这样一天天老下去了 从这个样子你绝看不出 我每天每夜每小时每一分钟都在响入飞飞 怀念着十七岁时见到的紫色天空 岸边长满绿色芦苇的河流 还有我的马兄弟 我本来不是这样 是装成这样的 你不可能从一个消瘦憔悴的数学教师身上 看到这些 有关人随时在想些什么 我只知道一个例子 就是我自己 别人不可能把一切都告诉我 所以我只好推几集人 在统计学上可以证明 以一个例子的样本来推论无限总体 这种方法十分之坏 安妮弗兰克就犯了这种错误 从自己是善良的 推出了所有的人都是善良的 虽然这份善良被深藏在心 这个推论简直是黑色幽默 但是在这件事上 没有别的办法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相信 我是对的 就是人生来有去 过去有去 渴望有去 内心有去 却假装无去 也没有一件事能证明 我是错的 让我相信 人生来无去 过去无去 现在也无去 不喜欢有去的事 而且是表里如一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只能强忍着绝望 活在世界上 搜寻找无双 建元年间 王鲜克到长安城里找无双 据他自己说 无双是这副模样 矮矮的个子 圆圆的脸 穿着半截袖子的小裤子和半截裤管的半短裤 手脚都被太阳晒得有黑 眉毛稀稀拉拉的 头上梳了两把小刷子 脚下蹬了一双塌了板 走到哪里都是哗啦啦的响 就这个样子而言 可以说是莫变男女 所以别人也不知道他来找谁 王鲜克只好羞羞答答地补充说 那个无双虽然是假小子模样 但是小屁股接得很高 一望就只是个女孩子 除此之外 他的嘴很大 叫起来的声音很响 尤其是他只要见到一个心不在焉的人 就会从背后偷偷摸上去 在人家耳畔大叫一声 在这样近的距离内 他的声音足以把人家的耳膜吼破 他还有一匹小马 经常骑在马上出来 在马背上发射弹弓 他的弹丸是铜做的 打到人头上 足以把皮肉都打破 假如不是那时的人都留了很厚的头发 连脑子都能打出来 就是因为他的弹拱 附近的邻居常常顶着铁锅走路 而且他总是大叉着腿 骑在马上 这对于女孩子来说 是大大的要不得 像这样 女霸王一类的人物 一定是远近闻名 但是王仙客在宣扬房里打听吴霜时 人人都说没见过 王仙客到宣扬房找吴霜 宣扬房是个大院子 周围围着三丈高的土坯墙 本来他有四个大门 但是其中三个早已封死了 所以你只能从北门进去 这样大家都觉得安全 坊墙里面长着一围大柳树 但是柳树早就死掉了 连树皮都被人剥光了 树底下都是虫子屎 坊中间是一横一树两条大街 大街两边都是店铺 店铺里住着各位老板 大家互相都认识 大家生意都不好 在宣扬房里 没人关心你的事 除非你得罪了人 假如你得罪了人 被得罪的人 就盼着你早点死 或者走路不小心 踩到了钉板上 小心扎上一个窟窿 然后就得了破伤风 或者被疯狗咬上一口 死于狂犬病 你要不能劳他一指之力就死了 他会很高兴 你要是一直不肯死 他就会把你忘了 王仙客说 以前他在宣扬房里住过 虽然离开了三四年 宣扬房里景屋已变 但还能认出个大概 他甚至还能隐隐绰绰 认出一些人来 比方说 他还能认出开融线铺的侯老板 还有老访立王安 但是这两位先生 对着王仙客看了老半天 最后说 以前没见过王仙客 不但如此 他们两位对王仙客说认识他们 还感到很是不快 这是因为 他们俩都有很显著的特征 老王安只有一只右眼 而侯老板的下巴很短 以至下嘴唇够不着上牙 其实说侯老板有所谓下巴 实在是很勉强 他不过是在脖子上方 长了一个肉流罢了 因为没有下巴 所以侯老板的上牙全露在外面 被冷风吹着 经常凉腾起来 不能吃硬东西 有人说 侯老板的牙是陈裂品 因为王安老爹和侯老板 都不能算是美男子 所以他们听见王仙客说 您二位尊贩非比寻常 所以事隔多年 我还能记得 当他们听见王仙客 这么说的时候 心里全都恨得要死 和王仙客分手回到家里 侯老板还对老婆说 那个小白脸当众羞辱我 妈妈的 我是不认识他 要是认识 也说不认识 这是晚上的事了 王仙客出道宣扬坊 和坊里诸位君子见面 却是早上的事 早上侯老板 看见王仙客牵着一匹白马 在坊中间一所空院子前面乱转 就上前盘问 一问之下 他就说出来 他是山东来的王仙客 到这里来找表妹 侯老板又问 你表妹是谁 王仙客就说 他是无双 侯老板就说 我们这里没有无双 你走吧 王仙客升起气来 说道 你连我的话都没有听完 怎么知道没有呢 差一点就要和侯老板当街吵起来 幸亏这会儿王安老爹走过来 打了个圆场 说道 侯老板 你让他把话说完 也没有关系 看他还能编出什么来 与此同时 还有好多人围了上来 全都板着脸 好像要和王仙客要张的样子 王仙客心里发虚 说道 你们是不是要开我的批斗会啊 老爹翻了翻白眼 你这样理解也没关系 没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假如你不是想来偷东西 自然就不怕开批斗会 王仙客说 你们到底有什么东西 怕人来偷啊 老爹回答 这个可不能告诉你 说你那个无双吧 说话之间 王安老爹掏出个小本子来 还有一只自来水的毛笔 摆出一个衙门里路口宫的架势 王仙客接着讲他的无双 禁不住有点结巴了 就在这时 他想和侯老板 王安老爹套近乎 但是侯老板和老爹 都说不认识他 叫他套了个大眉刺 王仙客长了一个大个子 穿一身坐蚕丝的白袍子 粉白的面孔 飘飘然有神仙之姿 宣扬房里的各位君子 一见到他 就有似曾相识之感 但却想不起他的名字 这王仙客也确实可疑 他说来找无双 但是却找不到无双的家门口 他说房中间的空院子 就是无双原来的家 但是那个院子 人人都知道 是个废了的尼姑安 别人说 嗨 客人哪 你记错了 他就开始胡搅蛮缠 我没记错 就在这里 看来无双家是搬走了 你们只要告诉我 搬哪儿去了就得 房东头开客栈的孙老板说 请教先生 你的表妹可是个尼姑啊 王仙客就发起火来 说道 你表妹才是尼姑呢 你们说这院子 原是个尼姑安 我就不进 看见了没有 门前两大块尚马石 哪有这样的尼姑安呢 王仙客这样说了之后 大家也觉得 这件事是有一点怪 这个院子的门前 是有两大块尚马石 这两大块尚马石 是汉白玉雕成的 一米建方 呈椅子形 四面都雕有花纹 每块大约有一吨柱 不要说石料雕工 就是从城外运来 也够麻烦的了 要不是关怀人家摆场面 要这东西干嘛呀 而且谁也不记得 曾经看见过一个老尼姑 手粘着佛珠 从院里走出来 从这两块石头之衣上面 跳上马背 这种场面虽不是不可能 但是很陌生 而且这种景象 也甚是古怪 佛门中人说 马是他们的弟兄 所以绝不肯骑马 王先客提出了这个问题 大家顿时为之语色 但是大家明明记得 这里是个尼姑庵呢 有关这座尼庵的故事 是这样的 过去这庵里 供奉着观音菩萨 香火吉盛 长安城里多少达官贵人的夫人太太 都到这里来上香 后来庵里的尼姑不守清规 争风吃醋 闹出人命来 官府就把这庵封掉了 听了这些话 王先客 王先客倒也半信半疑 大家又告诉他说 可能你记错了地方 也许令表妹 不住在宣扬房 而是在别的房 您要知道 长安城里72房 有好几个 外表一模一样 听了这些话 王先客自己也说 很可能记错了 骑上马 到别的房里去找了 王先客 初次在宣扬房里找无双 情形就是这样 宣扬房里的各位君子 后来提起这件事 是这么说的 三句话就把那小子 打发走了 感觉很是痛快 只有王安老爹心有胃肝 觉得那个王先客 行迹可疑 不该就这样放他走了 就算真是来找表妹 找错了地方 从他说的情况来看 那个无双也不是好东西 女孩子插着腿 骑在马上 长大了一定是个淫妇 两个狗男女 想往一块凑 能干出什么好事啊 真该把那王先客 扣住 好好地盘问一番 王先客到宣扬房里 找无双 来过许多次 第二次来 是在初次来 那一天的下午 这一回他气急败坏 打着马冲到房里来 站到费尼安门口 大嚷大叫 口出不驯之词 据他自己说 已经在别的房里打听过了 人家都说 这座院子不是尼姑安 不但如此 人们还说 宣扬房里 宣扬房里 根本就没有尼姑安 假如别人这样说到也罢了 王先客还去问了几位老尼姑 那几位师太 听了宣扬房里 尼姑不守清规的事 全都是大摇其头 说道 那些师主这样信口湖边 死了要下跋舌地狱的 宣扬房里的各位君子 听了老尼姑的话 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同时也隐隐彻彻彻地想到 宣扬房这座空院子 很可能真的不是一座 废弃的尼姑安 没准 是座废道观 甚至是个喇嘛庙 但是不管它是什么 反正里面没住过当官的人 更不是无双的家 总而言之一句话 它和王先客没有关系 后来大伙是这么解释 为什么说那空院子 是尼姑安的 这不能怪大伙不说实话 只怪王先客 问话时态度太凶恶 简直像个急色鬼 假如不把他马上打发走 怕王先客会干出什么恶事来 所以就骗他说 那是个空尼姑安 让他早点绝了这个想通 那院子空了这么多年 鬼才知道过去住了谁呢 但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是尼姑安 可见是英雄所见略同 要不是那些尼姑出来作梗 尼姑安之说就可定论 以后再有人来问 都说是尼姑安 省了多少麻烦 王先客第二次到宣阳房里来 又正好碰上了侯老板 从费尼安经过 他就把侯老板揪住了吵闹 过了一会儿就聚了一群人 吵得整条街都能听见 这个王先客很厉害 吵起架来嗓门大 虽然没有和他动手 但是吵极了就撸胳膊挽袖子 这时候大家都看见了 他的胳膊很粗 手背上全是剪子 中纸上还戴了个铁戒指 前面已经说到 该王先客个头很大 而且他又生了气 所以和他打架不是个好主意 假如不和他打架 他又完全不可理喻 揪住了侯老板的领子 不撒手 幸亏有人报告了王安老爹 他拿了铁齿赶来了